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小,今天带来一部烧脑悬疑片《天作凶杀案》,赛西是个英国作家,此次来到印度召开新书发布会,但在某天晚上,她的妻子死在房间内,死因不明,被暂定为嫌疑人的赛西选择了逃跑,她在与警车的追逐中意外翻车,但警方并未追踪到她的踪迹。 在赛西逃亡的时间里,突然下起了大雨,一个劈头散发的女子不知从哪里窜出来拦住了警车,神色金黄地带领警察上楼,而房间内,赛西正站在一名男性死者身旁,地上还有一堆玻璃碎片,女子名叫玛雅,死亡的男子是她身为律师的老公谢家。 根据警官大夫的现场排查,谢家受重物击打而死,凶器已经被找到,可是破碎的玻璃和垃圾桶中燃烧过的照片碎片,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。 为了解案件真相,以及尽快确定赛西是否与两起谋杀案有关,大夫首先审讯了她。 根据赛西所说,当她晚上赶回酒店时,妻子已经死亡,自己的逃跑只是出于无辜而做出的本能反应,她与玛雅夫妻并不认识,也没有杀人动机。 当自己受伤偶然来到玛雅家求援时,玛雅主动帮助了她,赛西认定谢家是被她的妻子玛雅所害,证据就是自己进屋后就看到了玻璃碎片,并且玛雅还在赛西躲藏期间赶走了一名在门口敲门的老妇人。 但玛雅与赛西则各执一词,玛雅咬定赛西谋害了自己的丈夫,她承认了自己赶走老妇人的拜访,却称自己是受赛西的暴力胁迫才会有如此举动。 两人的证词有重合之处,但动机和手法则完全相反,这让大夫一头雾水。 此时,警方又接到新的报案,赛西受到了第三个谋杀指控,她的新书主人公原型是一名强奸案受害者,她答应不透露少女的身份才获得改编故事的权利。 最终却还是让少女的身份遭到泄露。 之后,少女的悲惨遭遇引来了好事的媒体,导致对方在重重压力下自杀。 大夫感到,这三起事件中有着莫名的联系,只是尚未浮出水面。 与此同时,新的证据出现,现场发现的两只玻璃酒杯表明赛西与玛雅之间另有故事发生。 赛西称玛雅想要引诱自己,而玛雅依然坚持自己是由于受到赛西的胁迫才拿出酒杯。 他还说谢家在凌晨十二点时归来进了家门,他是想要从暴徒手中救下自己,才与赛西大打出手。 可是赛西却否认这一点,他的证词引入了新的证人。 他说凌晨十二点时,有男子进入玛雅家,但并非谢家,而是玛雅的情人。 玛雅欺骗他说眼前的情人是自己的丈夫,这个谎言却在自己看到玛雅和谢家的合照时被戳穿,他也被玛雅的情人打晕。 赛西告诉大夫,他在眩晕中看到玛雅和情人将谢家的尸体移动到客厅,等到自己完全清醒时,便已经莫名其妙地成为所谓的杀人凶手。 为了印证赛西的证词,大夫调查了玛雅的交往人群,果然找到了他的婚外情人。 随着进一步调查,大夫发现玛雅对案情有所隐瞒。 情人当晚曾出现在他家,赛西在来之前玻璃茶几已经破碎也是事实,而他的垃圾桶中有烧过的不愿让人辨认的照片,这一切却都被玛雅隐瞒。 更重要的是,当天夜里下着大雨,玛雅声称谢家凌晨回家,他的鞋底却没有沾上雨后的泥土。 现在证据确凿,玛雅和他的情人撒了谎,他们杀掉谢家,企图嫁祸给逃亡而来的赛西,两人迅速被警察逮捕。 律师案的凶手已经落网,而在赛西妻子的案件中,尽管有人拍下他和妻子发生冲突,不过赛西回应,那是由于妻子将作品人物原型泄露了出去,他气愤妻子的举动才与他吵架。 而验尸报告显示妻子确实死于心脏病突发,于是赛西在上述三起案件中都摆脱了嫌疑,出狱后火化了去世的妻子,准备乘飞机回国。 由于赛西是英国人,只能被扣押三天,因此一系列调查取证都十分紧张。 在终于放松下来后,大夫回到家悠闲地看着小说,当和夫人聊起小说结局时,书中药物过量致死的安排让大夫产生了新的猜想。 当看到小说作者正是赛西之后,他觉察事情不是那么简单。 大夫急忙查看赛西妻子服用的药物,近在胶囊中发现了药量是原有剂量的三倍,赛西的嫌疑被重新放大。 得知自己上当的大夫,边赶往机场边联络赛西,赛西在电话中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犯案手法。 三起谋杀指控的联系在于,赛西的妻子和律师谢家要对他泄露原型少女身份仪式进行起诉。 于是赛西杀死妻子后,赶去谋害了谢家,而玛雅和情夫的奸情却成了他可以利用的惊喜。 最后,他交换了他和谢家的鞋子,篡改了证据,让自己完美脱身。 大夫的赶来已无济于事,他只得看着赛西的飞机升空。 而这起案子正如赛西所说,有人依靠真相和谎言获利,他则利用巧合。 这部电影被称作印度版的看不见的客人,虽然精彩程度不及,但是没有歌舞的印度电影,我们一定要珍惜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。 喜欢我的亲,不要忘记关注我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